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富貴穩中求 財富大自由 我是顧海大丈夫 今天我們美麗的甜心主持人請假 今天台股非常精彩 因為今天收8月 最後一個交易日 所以很多個股 不管8月初 怎麼樣的台股大跌 那當然今天收月線 今天很多個股在這一兩天 法人拉高 已經先做結帳了 你的G2C 君豪 君華 智盛 精彩 我都是這兩天告訴你說 這些個股 投信重倉的 或者法人重倉的 隨時有可能幹嘛 作帳便結帳 但是今天我在前幾天 我跟各位講說 你是要去買高級期的設備股 還是你要去買低級期的銷店 有沒有 要不要跟各位複習一下 我的PPT都在上面 8月27號 我告訴你說 你要做高級期設備 還是低級期銷店 你要選哪一個 對不對 我還用去年 我們7月 但你做 台灣精銳 而不是讓你去買 370的技嘉 全中華民國那時候 只有我在買台灣精銳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沒有成交量 不會有人知道它 也不會有人想去做它 因為我已經解釋好幾次了 講沒有成交量的股票 就代表這個市場上 沒有幾個人有 沒有幾個人有的股票 電視台不會拿出來講 為什麼 因為不會有人看 但是麻煩你看一下 今天的台灣精銳 再噴一根漲停 548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關注了嘛 那你要買 沒有人關注的時候的200塊 還是要買這個時候 老師這時候買 昨天買今天也是漲停啊 對不對 但是一跌你怎麼辦 你會不會怕 你會不會怕 因為它現在是在500多啊 不然前兩天500 沒站上去 又到400多 不是又洗了一堆人嗎 這邊不是一個十字線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你還有台灣精銳的 我恭喜你 但是下禮拜開始 你就要注意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 月底作帳 好 那除了台灣精銳 還有一檔個股 照例 照例做什麼 照例它做 折疊手機的軸承 樞紐 折疊對不對 就像筆電 筆電這樣折 折的地方要有轉軸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照例不是 今天大家才知道這檔股票 可是 我相信 就在這一段時間 市場的目光在哪裡 揮答了財報 市場的目光在哪裡 在設備 市場的目光在9月的半導體展 對不對 你們誰還會記得 照例 可是照例 我在 8月23號這一天 我在節目上告訴你 我說人真的很奇怪 300塊的照例 大家拼命追 對不對 我是把畫面截圖嘛 不信你去外地看 8月30號 8月23號 我有沒有跟你分析 這一檔照例 我說很奇怪耶 高檔的時候大家拼命追 對不對 你看這邊都是亮 有沒有 到這禮拜來完全沒亮 是不是 好 這是照例的縣圖 來 這排叫成交亮 有沒有 去年底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面 很多人都在封照例嘛 摺疊手機嘛 所以富士達也弄到1000塊嘛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就這幾天 上禮拜到現在 摺疊手機三雄 富士達 照例 跟誰 富士達照例跟新日新 我們代會員做哪一檔 做這一檔 趙立 今天漲停 可是這一檔說 老師你沒有 你有沒有時間漲停 他說你有這一檔 台灣金瑞我這幾天 都一直跟你追蹤對不對 沒錯嘛 我還去跟你放 我去年7月 全中華民國 投顧第一個分析室 在跟你介紹台灣金瑞 連盟利都是啊 連盟利都是啊 到今年的1月 我還告訴你說 AI 後面要有 智慧製造 然後我告訴你四檔股票 就在今年1月 YT都有 你們可以去找 我告訴你台灣金瑞 我告訴你盟利 我告訴你化漢 還有一檔什麼 威強電 對不對 所以 猛利也是怎麼樣 領先所有 投顧分析師 告訴你的 那時候才40塊錢 後來猛利到90級 好 那這檔照例呢 我8月23的時候 我還告訴你 我為什麼那時候 跟你舉例照例 因為我說 你要買設備 你要買機器高的 你要在這邊買機器高的 你還是要 買在幹嘛 山頭斜照 潛濃烏用 對不對 我不是有一套潛濃操盤法嗎 這個時候沒人要了 沒人要了 你不要我來撿啊 但是我們不是亂撿嘛 為什麼富士達新日新跟趙立 我給你選擇趙立 來 各位你記不記得 我上禮拜 我有要請你說 如果你錯過了茂達 我這幾檔股票 我這幾檔股票 值利率都很高 然後很奇怪 這麼賺錢公司居然沒人要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跑去插協同理論 人人都知道要買的股票 你賺不到大錢 有一檔是這一檔對不對 還有呢 等一下我來講這張桌表 今天這張桌表 所有的IC設計股間都漲 來 一張字 記不記得 一次是這一個 4.69本益比15 還有一個什麼 遊戲感測器供應商 對不對 本益比低於15 值利率4.3 上半年賺8塊 我給你的都是賺錢的公司 來 還有這一個 電競筆電 因為上禮拜不是電競筆電嘛 就是週末不是悟空有沒有 然後這禮拜很多 像禮拜一我們的花旗 是不是漲停 然後 然後塵起清雲 他要幾根 對不對 悟空顯卡升級 的概念股 這一張 這一張是誰 這一張就是趙立 導播滿你幫我重播一下 高階的主機板上面要用到很多零組件 主機板升級概念股 上半年已經賺4.69本益比才15而已 你都還來得起 我們今天才進場 這一個公司做什麼 用在板子上的這個東西 第二個 它的線圖是這樣 三頭斜照 絕情谷底 另外一個 遊戲 感測器 的供應商 是 上半年已經賺8塊 全年是16塊 本益比不到15倍 殖利率4.3 這兩年都配10塊 很補喔 都是今天才進 你還來得起 一樣在絕情谷底 很甜 還有這一檔 電競筆電 螢幕零組件供應商 上半年一樣賺5塊 三頭斜照 現在股價都對折了 今天不要我帶你們 甜蜜虛揮棒 看到了喔 剛剛那支影片 就是我當時講這幾個PPT 從這一頁開始 劃給你看 對不對 好 那節目就結束了 好來 我今天開牌 有沒有看到 趙利 我那一天邀請你來的時候 他的股價 那天收盤才多少 163 163 我還準備了這一張給你 看到了喔 在哪裡 8月27 換句話說你8月27 8月28 因為今天8月30 今天禮拜五 你禮拜三 禮拜三來 你都還可以買到165以下的趙利 今天漲停了177了 好 為什麼我選趙利 很簡單啊 富士達 趙利跟新日興這三家公司 富士達跟趙利這兩家 有打進華為的供應鏈 有打進華為的供應鏈 好 第三季 看清楚喔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手上股票你要買怎麼樣 你要買下半年還會比上半年好的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但是他的股價卻怎麼樣 現在的股價卻比上半年還要爛 所以我剛剛不告訴你嗎 很奇怪耶 300塊趙利大家拼命買 現在跌到一半了 150 160居然沒有人要 你不要我要啊 更何況他上半年還賺這麼多錢 對不對 好 第三季 摺疊機跟筆電 訂單增溫 營收渴望 雙位數計增 第四季 期待客戶左右 摺疊新機跟 非手機摺疊產品 來 今天新聞有一則出來了 我的節目內容是不是非常豐富 好 來 華為犀利上半年 每天賺13億 中間這一格寫什麼 第二季 摺疊手機四站 撐管 那你要買富士達還是照例 我富貴穩中求 那我當然帶 我們台積電先進科技班的 買照例啊 才100多塊 才100多塊上半年又賺5塊 對不對 你看你的君華200多塊了 他有沒有賺5塊 對不對 均好 自勝 100多塊有沒有賺5塊 沒有啊 你不覺得買中股票很安全嗎 對不對 股力配得又好 重點我又不是帶你買300 對不對 這一檔照例 這從去年到現在 多少分析是帶你買在200以上 結果遇到8月下來 他有沒有帶你好好處理他的照例 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但是我帶了後援 別人不要我來買啊 所以股票真的很難做嗎 不會啊 我相信這根漲停大概這段時間只有我們賺到啦 就跟當初我帶你去買230的計價一樣 240的廣達 沒人要買的時候 沒人敢買的時候 我們經常買進 對不對 165以下 這幾天你都來得及買 為什麼 因為昨天 昨天收161.5啊 一直到昨天 我每天邀請你3加1 從3加1.5變成3加1.4 到3加1.2 對不對 到3加1 這個1是什麼 這個1就是9月 3是10 11 12月都會期 會費都一樣 你3加1.5來的時候 你已經先賺了嘛 對不對 好來 但是我優惠直到今天中午了啦 如果你在這一兩天 包括今天 如果你有在上面留訊息 有來問我這個班的 會費怎麼算的 我都收 優惠都還會有 下禮拜一開始 那就恢復 調整回來原來的價格 好不好 我常講機會給懂得把握的人 所以這一檔 剛剛跟你講有三檔對不對 那我現在開了照例給你嘛 是不是 那還有另外兩檔啊 還有另外兩檔喔 你可以利用廣告時間 LINE趕快加進來 來跟我們操作 我還沒開這兩檔 這一檔也是啊 上半年賺4.98 你沒有發現今天很多股票都是我 跟你講的低機其消費電子嗎 沒錯嘛對不對 你看這兩天的軍事備已經設備也都不太漲了 有沒有 所以節奏真的很重要 就像有些人講的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選對是一種能力對不對 你現在到底會不會賺到錢 你上半年怎麼樣 那都沒有關係 那都過去了 可是未來呢 未來的結果就是你現在要再怎麼樣 要再做對決定 做對選擇 好 我昨天 有各位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它也還有機會 憑蓋股 我也把它遮起來 過兩天飆上去了 我一樣節目上直接公開給你看 好那這一張你還沒有來跟我要的 還沒有來跟我索取的 一樣你把LINE加進來 把LINE加進來 廣告的時間 或者這個週末 你也可以來跟我們收取這一張 除了這一張呢 我昨天還講了很重要的一個 梅蘭竹菊桌表對不對 好 回到今天節目的主軸 8月過去了 我說怎麼樣 先騎白買過三關 神騎白買過三關 關關南過 關關過 升騎白馬過三關 關關南過 關關過 8月初很信封學雨 到現在有人還怎麼樣 還是嚇到不敢怎麼樣 不敢進場 如果你要去追高 你當然會不敢進場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一檔一檔我開給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我會帶你買在絕情谷底 所以這一檔照例 你就是可以再去驗證一下 我有沒有跟你保證 買在絕情谷底 對不對 你敢跟我來買進 這檔漲停你就賺到了 但是我有沒有帶你去追富士達 沒有 因為我覺得它跌得不夠深 那同樣是華為的折疊手機供應鏈 有富士達跟照例 那為什麼我選擇照例 我不選擇富士達 道理很簡單啊 因為它在絕情谷底啊 對不對 好 我們進廣告之前呢 各位 我們下半段時間 今天的創為 來 今天的創為 長黑喔 拉到124 收115 今天的成交量 6700多張的 過去這一個月來 除了8月初殺跌停那一天 它都沒有這麼大量 這就是我告訴你的 末代彪丸去追高 好 我們先進廣告 梅蘭族局村這個桌表裡面 都是IC設計公司的 董事長或總經理 台積電說2奈米開案有贏 晶圓共成服務將於9月進行 晶圓共成就已經在 來展現魏總裁 提西梅蘭族局村裡面這些 IC設計廠的企圖心啊 今天台積電 用它護國神山的江湖地位 來帶領梅蘭族局這個桌表裡面的 IC設計廠門 未來有機會共產 對不對 就有你的份 台灣很多IC設計公司這幾年面對到中國的威脅 又因為現在中美雙方角力 現在中國的IC可能它會盡量用中國的 歐洲 美國 本來用中國的 可能就會回來用我們台灣的慾棒相爭 我們得理 漁翁得利 我剛剛插播那一段 就是我昨天在我的YT講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訂閱YT 你把它訂閱進來 因為我等一下錄完中視 我會回攝影棚 我們公司攝影棚 我會繼續把我每天要講的東西講完 我每天光是中視25分鐘 回公司再講一小時 因為往谷海裡面的知識太多了 一個報紙的消息我要跟你解讀 我要講得非常清楚 常常事情不是你看的標題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我昨天在跟你講說 每次AIPC PC都講代工的人保廣搭 結果咧 這些股票竟然有漲嗎 可是我告訴你說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PC的零組件 今天漲停的照例是做什麼 除了走電手機還有什麼 筆電的轉軸也是它做的 那我做這一波不是電腦升級嗎 很多人的筆電想要玩悟空 玩不動了 乾脆怎麼樣 整台筆電換掉 去買怎麼樣 買新的怎麼樣 電競 高規格的電競筆電 所以除了折疊手機 電競筆電的銷售增加 對 照例也會有幫助 只是台面上的人都跑去追什麼 顯卡嘛 那我還要帶你去追好幾天的陳奇嗎 當然不是啊 你到昨天來跟我買照例 你今天還是可以賺一根漲停啊 差別就是在這嘛 所以如果你要把我的節目看好來的 YT還沒訂閱 你趕快訂閱喔 來 今天會員分享 陳老師真的是老仙傑 照例漲停了 富貴穩中求 我相信這幾天沒有人跟你講照例嘛 對不對 但是我已經先蓋牌 告訴你來跟我了 老師今天賺的創為真開心 上次看節目你說買跌廳 我考慮很久買了兩支86.9 他沒有買最低 但買86.9到今天 我還問他說你賺了多少 兩支賺六萬九 這就是操作 剛好拿來繳房貸繳信貸 你要不要 上禮拜 禮拜五我給你下週精選黑馬骨 有四檔 這禮拜有兩檔噴出來了 照耀 正耀跟誰 天虹 天虹今天漲停 做金貝供電設備 它是G土C嗎 不是 但是一樣賺 對不對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講這幾張 所以你節目看不過癮的 把我的YT加進來 特別是艾埔 我等一下要跟你講一下 好不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